你少年男人都要吵架 你找到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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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宅前一群人大聲吵起來 還吵到動手 你少年男人就要吵架 一看到的時候 他整個這樣吵架 你用他的洗腿 我感覺他很大 他就像這樣 你說這是公共財 吵到掐脖子這麼嚴重 原來是住戶和家長大吵 因為對面就是幼兒園 家長停車接小孩 卻擋住名宅 讓住戶任務可認 你先回家就好了 現場直擊幼兒園門口 計機車並排圍停一堆 對面民宅也停滿一整排車 雖然沒有畫紅線不算圍停 但長期下來 住戶簡直不堪其擾 這一次吵到拉扯 差點打起來 決定要去申請畫紅線 他說道路是很明明的 就差不多公共財 已經申請了要畫紅線 就整個手瘀青然後破皮溜血 家長認為停車三分鐘沒有關係 但長期下來惹毛住戶 吵到不可開交 還動手拉扯掐脖子 幼兒園前接小孩 卻釀成衝突鬧劇 始料未及 簡宋沛城 陳山山高雄三方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